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現在在聖靈充滿那裏,講到下一個主題,就是為人祈禱的時候,尤其是按手祈禱的時候 會更加看到果效,人可以經歷聖靈,我們對於神的工作,聖靈的工作更加有信心 其實我想先看頭兩節經文,路加8章46節 耶穌說,總有人摸我,因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然後路加6章19節,眾人都想要摸他,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去,以後了他們 那路加8章46節那裏就是講到那個女人,十二年血流的女人摸耶穌 那他就得到醫治,那耶穌立刻說,誰摸我?然後呢,跟著就是 就是當時沒有人回答,那個女人不敢回答 然後耶穌說,總有人摸我,因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就是他感覺到耶穌感覺到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那而路加6章19節呢,其實是先過路加8章的 就講到那些人,眾人都想要摸他 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從耶穌身上出來,醫好了他們 那路加會記載這件事呢,就是說路加是 是見到這件事發生的,就是 這件事發生呢,是不同的人 見到這件事發生,見到,咦?有些人摸耶穌就得醫治 於是那些人呢,有些人就想摸耶穌了 就是,他們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就是有一部分人呢,起碼有相當數目的人都知道這件事 他們就想要摸耶穌,因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而後來這個女人可能知道這件事 所以她就秘密去摸耶穌 那這裡呢,就告訴我們,就是原來接觸耶穌可以傳遞神的能力 那我們的問題就是,到底在我們身上可不可以應用出去呢? 就是這個經文到底是否可以應用出去說 我們都可以有神的能力傳遞呢? 那那個,重點就是這樣 因為是聖靈的工作 就是聖靈可以透過按手祈禱傳遞 那其實,我們這次呢,都要看其他的經文 稍微看而已,我們再詳細看 《生命記》三十四章九節呢,就講到 《亂的兒子約書雅》 因為摩西曾按手在他頭上 就被聖靈,智慧的靈充滿 那這裡講到呢,就是 摩西為約書雅按手呢 他呢,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那就是透過他的按手 而下面呢,《士堂人傳》八章十七節 還有九章十七節 還有十九章六節 都是講到人按手 然後呢,其他人經歷聖靈 那就是說呢 其實都是聖靈的工作 可以透過人,不是只是耶穌 透過人 而聖經那些例子呢 就是聖靈充滿的人 他們按手的時候呢 就可以傳遞聖靈的工作 那這個就是 我們從其他經文看到的 那而 啊 《路加八章十六節》 《路加六章十九節》 講到 那些人想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就支持這一點了 就是說原來 就是聖靈可以透過接觸 傳遞 就是耶穌可以傳遞 而摩西和仕徒都可以傳遞 那呢 而在馬可十六章那裡講到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就是講到信徒呢 信的人都有神跡除去他們 是耶穌想所有信徒都能夠為人按手 叫人得醫治 那所以由這些經文呢 我想問大家 我們可不可以下一個結論就是說 耶穌可以 師徒可以 其他信徒 是不是都可以透過按手呢 傳遞聖靈的同在 來到人的身上 去祝福他 可以 可以的 是 OK 那你說出個原因 就是 其實我之前都說了 說了個原因的 不過我想你們說出個原因 就是怎樣去支持這一點呢 你想從釋經所說還是 是的 從釋經所說 是從釋經所說 譬如 譬如雅各書說呢 就是我們有病呢 要找長老為我們按手的嘛 那就是說呢 長老呢 是有個能力呢 可以是 醫病的嘛 他按手可以為我們醫病的嘛 雅各書呢 是講到抹油啊 是抹油啊 不是按手 是抹油啊 噢 那我記錯了 不過我覺得 老師你是不是要跟 Sorry 二人的祈禱 噢 你用回我們的經文就行了 你不用找其他經文了 噢 用回經文 即是六七八那裡嗎 噢 剛剛我給你的經文 就是用我們的經文 噢 那些經文已經有足夠的證據了 是的 普羅按手聖靈 就降在他們身上 他們是發如言 是的 眾長老按手時就會 你 我們 是不是在那裡 我們 用一個完整的方法 去 即是將這件事 present出來 我想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將這個觀念表達出來 即是完整地 將這些經文配合 一起去表達出來 OK 其實我只是說了一次的 OK 我自己說了 那就是 可以 我們說 可以由 聖經記載的人物 他們做到的事來開始 就是 摩西 為 約書雅按手 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然後 仕途 那麼 在 仕途人傳不同的經文 講到仕途 按手 他們就受了聖靈 那 即是說 聖靈的工作可以透過人按手 傳遞 而 在 馬可福音十六章那裡 就講到耶穌就說 信的人哪有神跡 除了他們 其中呢 就是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而 耶穌是特別加上 手按病人 按手在他身上 就會 帶來 醫治 那 仕途又 都能夠做到這件事 那 到底這件事 可以怎樣解釋呢 其中一個解釋的方法呢 就是 看回 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六節 和路加六章十九節 講到耶穌 他呢 就 那些人呢 都想要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 在耶穌身上出去 醫好那些人 而 那個女人摸耶穌的時候 十二年血流的女人摸耶穌的時候 他得了醫治 但耶穌立刻覺得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 耶穌感覺到能力 首先他感覺到能力出去 然後那些人感覺到能力 由耶穌身上出去 醫好他們 那這個呢 就是 講出一個現象 就是 可以透過 接觸 身體接觸 聖靈的工作 聖靈的醫治 可以透過身體接觸 傳遞 而仕途也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還有一次記載呢 就是 就是 保洛按手在一個人身上 他又 病得醫治的 那就是那裡是講到 按手病得醫治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聖經是 講到 仕途有這個權兵 而耶穌講到 就不只是仕途 是信的人都有神職其事 除了他們 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病得醫治 那而耶穌這個經文呢 是去 解釋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 聖靈的能力 可以透過身體接觸傳遞 身體接觸的時候呢 就有能力發出去 醫好人 那 這樣東西呢 就去支持了 就是說 我們一樣有聖靈 尤其是聖靈充滿的人 他們的能力是更加大的 那麼呢 當他按手的時候 身體接觸的時候呢 聖靈就可以透過身體接觸傳遞 那所以呢 這個支持 就是說 原來按手是 更加有能力 也是神想我們做的 OK 好了 首先我解釋了 首先 摩西和仕途都有這些經歷 然後呢 就 而耶穌 他會覺得有能力出去 那些人又覺得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醫好他們 那所以就支持呢 就是 身體接觸 可以帶來醫治 和聖靈的工作 可以透過身體接觸傳遞 而仕途都是有 那麼耶穌就吩咐我們呢 就信 必有神的除弱他們 就是可以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了 那所以就告訴我們 其實 基督徒都可以 而所發生的事 應該就跟耶穌所 所經歷的一樣 就是說呢 能力可以透過我們 聖靈的能力 可以透過我們 去祝福別人 OK 這個就是我從這幾段經文 的釋經那裡 去達到這個結論 就是去支持按手這件事 為什麼可以帶來醫治 為什麼可以帶來聖靈的工作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就是你接不接受這件事 或者懂不懂得解釋給人聽 因為有些人會 就是會 他們不相信不接受的時候呢 可能會跟 就是說我不相信這件事 那我們就從那些經文去支持 接受 是的 接受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關於這方面想表達的 有沒有呢 牧師 我想問一下 如果從那個經文呢 剛才我都在想 怎麼從這兩段的經文去到 推論基督徒 指徒都有呢 至少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為 他說眾人都想摸太 就是說眾人都知道他有這個能力 其實他一直這樣做的時候 同樣他都是說 都想展示給門徒看 其實他們都可以 如果他展示了 而眾人都知道的時候 如果耶穌死了 門徒沒有這個能力的 可能那些人就會 耶穌死了 然後我們說了 復活升天了 這句 是的 復活升天了 那門徒如果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那其他人就會想 以前耶穌好一點 門徒做不到 所以是否耶穌顯示得 給眾人知道 亦都被使徒看到呢 其實他都被使徒 和基督徒都有的呢 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這個呢 這個呢就是好像示範 但是耶穌是清楚說 守暗病人病人病人就什麼好 所以門徒是知道這件事的 就是耶穌清楚說了的 守暗病人病人病人就什麼好 所以不單止是他 demonstrate 其實耶穌不用 demonstrate 因為這個是一個事實 就是人接觸耶穌是會有能力出來 治好他們 這個是一個事實 就是不是耶穌特意給他們看 是真的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那這件事都是會給他們 知覺有這件事存在 知覺呢是可以透過身體接觸傳遞聖靈的能力 而當耶穌吩咐他們 信的人有神跡除了他們 守暗病人病人病人就什麼好 那這句說話就很清楚了 也都是支持呢 其實我們應該訓練所有基督徒都為人按手 當然首先就是建立與神的關係 還有處理生命 就是不是說 那人生命很多問題都一樣為人按手 是必然首先是他建立與神的關係 然後呢他就處理生命 所有的罪所有負面思想都處理 然後才也都應該受訓練怎樣做法 那這個訓練其實就是 就是都是一種保護作用而已 不是一定要訓練的 不過訓練了之後 知道怎樣做法是好一些 哪些做法可能會沒有那麼好的 那種訓練 所以不是單是他們看到 不是耶穌 demonstrate 而是耶穌吩咐 就是由這句說話我是反對 我講完這一句先 所以我就反對有些群體 他們就只是 就是他們不 不鼓勵其他人按手的 他們不會訓練其他人按手的 有些群體 他說怕沾染啊 他說怕沾染了就更麻煩 那我的答案就是 沾染了就 跟神建立關係 處理生命悔改 然後然後就可以清理邪靈 我就不覺得這麼麻煩的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很麻煩 其實麻煩原因是因為有些人不肯處理生命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難趕出邪靈 但是我覺得親近神 和主理生命的時候 是一定可以趕出邪靈 所以我就不怕去訓練人 當然最好就是他們本身都清理他們的問題 跟神有好的關係才按手 OK 好 你繼續問吧 就是說我呢 從這兩段經文 其實都要說回多一節 就是守望病人 病人就很了解了 是啊 很明白 是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關於這一點 就是你們早點的時候討論的問題 我遲些才回答的 現在只是這一點關於說 從聖經去支持 基督徒是可以為人按手 帶來聖靈的工作 有沒有人有問題 也都希望大家懂得怎樣去運作 那大家如果 你 聽完忘記了 那你可以聽回 首先這個直播已經仍然在網上的 而遲些是剪接好之後 就會有一個 就會有一個 就是剪接好的版本 大家可以重聽的 還有沒有人 是的 你說 我想問你 如果我自己 我自己呢 還沒處理好自己 是不是不要跟別人按手呢 就是我生命還沒處理好 是不是不要跟別人按手呢 OK 那我就會講出什麼原因 因為呢 就是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都罪孽重 就不要跟別人按手了 是 那我解釋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神創造天使和創造人 那神創造天使呢 天使是靈體來的 那天使呢 其實都是來自聖靈的 所以天使和聖靈有類似的地方 但是有不同的地方 第一就是聖靈是神 天使不是神 不過都是靈體來的 然後天使墮落 有一部分的天使墮落 變成魔鬼和邪靈 他們都仍然有這種的特質的 但是呢 他沒有了什麼呢 沒有了神的聖結 公義 人愛 和平 喜樂 這些他就沒有了 那他呢 就是有邪惡 還有 令到人想死的 但是呢 他依然有那些特質 就是可以透過身體傳遞 那有些什麼經文呢 在約翰呼音那裡 耶穌向門徒吹一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 牧師啊 但是這種吹氣 被人接受聖靈 是不是耶穌才能做到呢 我看他的門徒使徒都沒有這樣吹氣 在約翰呼音二十章二十二節 耶穌向他們吹一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 聖經沒有記載到門徒做 不過呢 有很多人做 我自己有做 有很多人做的 有很多服侍者是做這件事的 是這樣的 是啊是啊 我自己也有做 是很明顯 是聖靈的能力和工作一樣傳遞的 那因為呢 那個氣在我們裡面嘛 聖靈都在我們的氣 和在我們的周圍 但是周圍是沒有那麼 好像直接按手那麼強的 但是一樣聖靈臨在的 剛剛 是的你說 吹是不是吹他的頭 啊 我就 鼓勵人不要吹頭 吹個身 為什麼呢 有一個實際的原因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這些 口氣呢 帶有些少許的味 吹的時候呢 那個人是覺得不舒服 就是不喜歡 可能有細菌 我們 所以呢 就 不過現在戴口罩都吹不了 吹個口罩擋住了 但是以前我是試過很多次吹的 那就吹向個身 吹向個身 那也都有人向我吹氣呢 很明顯有能力的 哦 你自己感覺有能力嗎 人家吹你 是啊 感覺很明顯的 那我也都曾經說 我有一個經歷是這樣的 就是安卡羅 我第二年 1998年 他就為我按手期待 我經歷很大的能力 和外進在我裡面 那第二年呢 我是參與服事的 就是因為呢 他們邀請教育 可以一起參與 為人服事祈禱 因為很多人有邪靈的 那麼呢 就在有個大房 我們就 兩個兩個幫一個人 那麼 安卡羅是很特別的 他是 就是這麼多服事者來說 他很勤力去為人按手祈禱的 他會四圍每個房都去 那麼我們做完之後呢 那麼我看到他走到後面 那麼我看著他的 就是有兩個小朋友 那麼有很多次的 很多次的 也有很多人我看著 因為我也都有幫手扶人的 那麼他就 那兩個小朋友 他一碰他 哇馬上好像整個人軟了 那樣的 即時整個人 馬上很軟 馬上跌下來 那麼我呢 到他為我祈禱呢 我當時來講 我每次都不會的 我每次都是黑迷難 但是那次呢 我就 看著他 因為他沒有示意是按手的 就是他就是 在我前面 那麼我看著他 跟著他呢 就不按手了 因為我開眼了 他一吹一口氣向我 一吹就即時 很強烈的能力 在 即時我也都是軟的 跌了在地上的 那麼這個 這個其中一次 其實其他也有試過 其他的情況 那麼 就是說 因為聖靈在我們裡面 那麼可以 就透過 按手 或者是吹氣傳遞 不過有些人來講 又會更加有質疑 因為他說呢 耶穌沒有吩咐 雖然耶穌有做 只是這樣 但是我們發覺 是真的有幫助 那麼 聖經有講耶穌做 那麼耶穌說 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 並且要做比賽更大的事 那麼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呢 那麼 那麼 好了 去到你的問題 就是講到 譬如有罪 或者有邪靈 為什麼不要按手呢 因為邪靈 都是來自天使 墮落的天使 他都有聖靈的特質 就是可以透過身體傳遞 透過身體接觸傳遞 所以當一個人有罪 或者他情緒問題 或者他有邪靈的時候 他是不要按手 是可以邪靈透過這些 這個按手來傳遞 所以我們呢 就應該每一個人都處理生命 而我就會這樣跟你這樣說 就是我們任何一個人 留在罪中 都是有破壞性 所以我們 按不按手都好 我們都應該處理任何的罪 我們想生命提升 我們一定處理罪 而我們深信 我曾經說過動力 四個動力 為什麼我們應該處理一切的罪 就是說 第一 神是充滿愛和能力 祂能夠凡事祝福我們 第二就是 祂提升我們的生命 祂體重我們 祂愛我們 我們的生命是被提升的 有很寶貴的生命的 第三 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 一定有祝福 整個生命被提升 第四 我們不親近神 不遵從神 不侍奉神 和在罪中一定有破壞性 而那個破壞性 可以將整個人破壞 就是由 小小破壞 一直到整個人破壞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 刻意處理罪 而處理罪的方法 我就 用德性五部曲講過 就是 留意到了 我們有罪 或者是負面思想程序 我們立刻深信有破壞性 然後呢 我們就 聖經教我們怎麼做呢 第三點 第四點就是 我們祈禱求神赦免 和得力 然後呢 我選擇 譬如說 我會生氣人的 我選擇去 化解這個怒氣 我不需要生氣他 他不好 我不需要生氣他 生氣他沒有益處 我自己受害 我為什麼要生氣他呢 我就放手了 這個呢 就是化解了 我不需要生氣他 我不需要 去 好像報復那樣 或者如果有人有淫念 很多人來講 覺得淫念 被異性吸引 是很難很難處理的 那個方法都是 我們知道是有破壞性 我們就 留意到了 知道有破壞性 那我們就選擇 譬如那個女性 我們望的時候 會引起我們有 不好的意念的 譬如有時候呢 那些女性穿的衣服很性感 我們就不要望他 即時都清理那個意念 我不要想這件事 神是聖結的 神赦免我的罪 神潔淨我 我不可以想這些不好的東西 那就即時處理 總之任何的情慾 我們都會說 這件事是破壞性的 那我們就刻意去處理 這個就是那個動力 如果我們想給神祝福 一定是整個生命聽神的話 我們才會得到神的祝福的 所以我們就 全心全意 全意聽神的話 就刻意處理任何的罪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 和神關係好 尤其是聖年充滿 就更加有能力 為人按手祈禱了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有啊 武師我有個問題想問 是 說 你的說法就是我們要處理生命 從來對付我們的罪行 我才會比較適合為人家按手祈禱了 是不是? 第一就是親近神先 和神有密切關係 追求聖年充滿先 如果沒有聖年充滿呢 按手是可以說的作用是 是極之味的 好的 那我有個問題 我們看回聖經呢 比如說 彼得本身 他都有很多的軟弱 魯莽的態度 同時他都是 是耶穌的門徒 他都是為人家按手 這個在經事上是怎麼解釋呢? 因為我們如果說 很多基督徒 我相信 有的是真近神 和很渴慕神的 是很努力地處理生命的 但是 有一個過程 是 still in the process 或者多久 我們是不知道的 每一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那是不是 你明白我要問的事情 我意思就是說 彼得本身都是不是一個 都是很多軟弱的 那他都可以去 為人家按手討供的 那這個是我想問的事情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先回答第一個 我們每個人都有罪的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幾快處理 是不是繼續被那個罪影響 就是我們不是說 我們有罪 所以我以後都不可以 為人家按手祈禱 而是我有罪 我立刻處理 求主赦免 和刻意改過 那我們就可以放心 為人家按手祈禱 就不是說要等到我們 完美無罪 我們不會有一天 是完美無罪的 因為我們有罪聖請的 所以呢 它意思不是說 我們要很完美 而是立刻處理 那聖經又沒有說 他怎麼處理 那他有說到 他討論耶穌之後 耶穌看他 他就痛哭了 那這個都是一個悔改 那就是他又真是毀身 那後來耶穌就問他 你愛我給這些更深 那這個都是 就是想他反思 那所以彼得是有反思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 雖然有罪 但是我們 那個目的是 在盡快的時間處理那個罪 OK 好了 明白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我都 就是有些 做deliverance 就是管鬼那些 趕赤令 不是說 趕赤令的牧師很資深的 那都接觸過幾個 那他們 那我被教導的就是 如果你是為人按手祈告 就是你不要按在頭上 這個是很關鍵的 那你按在頭上 那就真的那個人 怎麼說 按手那個人 如果身體 不是身體 他的靈命 或者他有自己本身 不是什麼的話 可能會傳遞 給那個被按手的人 關鍵在頭上 但是呢 就不要被教導了 你或者那個人的腳痛 你按手在腳那裡 那我以為是OK的 as long as 不要在頭上 那頭是很重要的嘛 我的理解是這樣 是不是都是錯呢 OK 我會這樣看法的 如果在最終情緒之中 或者邪靈呢 是按哪裏都不好 那第二點呢 就是按頭 是不是會強一點呢 那這個是我們 他覺得 這個是聖經沒有講的 那是不是頭是強一點 肩膀沒有那麼強呢 那這個聖經沒有講的 不過呢 就是我們 或者用常識去理解 那應該都是的 那所以有些人就說 就不要按頭 因為按頭呢 那個傳遞會更加強烈 更加影響那個人 就是生命沒有處理好呢 就不要按頭 就是沒有處理好生命 就什麼都不要按 到處都不要按 那 那通常來說 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平信圖 還有 尤其未處理好生命 未處理好生命 根本就不應該按手 就平信圖 通常按人呢 就只是按肩膀 嗯 那如果同性呢 有時候可以按心口 或者腹部 因為呢 心口呢 是有時候 很多人呢 就在那裡積聚了一些壓力 嗯 那會不會邪靈都在 居住在這個 心口呢 或者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那 就是都有 很多人按手的時候 是按在心口的 那是同性 才可以按在心口 嗯 OK 好 知道了 謝謝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牧師啊 你說如果有邪靈的人 就不要為人按手 祈禱嘛 是 那如果有人 不為我祈禱 我也不知道 他有沒有邪靈的 那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呢 是需要分辨那個人 為我們按手的 他的 教導 他的生命 啊 我就 就是 我就會說 不要四處去找人按手 好 其實 我從我的經歷 我會這樣說 按了手之後呢 的確 聖靈的臨在會 會加強的 如果那天是聖靈充滿 不過呢 通常一到的聚會完結 或者按完手之後呢 就開始慢慢 聖靈的同在會 慢慢減弱的 就是在按手下最強 按完手呢 慢慢減弱 聚會完結了又減弱 翌日又減弱 就在乎這個人的 保持聖靈的同在 所以最重要是 我們持續的保持 所以我們不是一定要 去 四處找人去按手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 真是他是 很有恩高 又生命很好的話呢 是 就是 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一個幫助 但是這個幫助之後 我們記實 真是 在聚會和聚會之後 都不斷的 親近神去保持 也都每天去保持聖靈的同在 這個是 就是我覺得 是應該這樣做的 那同時呢 我也講一個經歷呢 就講到 我曾經去宣教 就有一個人呢 他的生命真是很有問題 他們那幫人 就稱他為牧師的 那他呢 就 就是很多情慾的問題的 他就告訴別人 他說我起碼說出來 你們有情慾你們不說 就是他假設 個個都有情慾 沒有說出來 那我回應他 我說不是的 我們可以知道 罪的破壞性 我們可以處理的 但是他不聽 他就 他直接問我 公開問我 講到說 我見到那些空中小姐 我又會去 有些 夢想啊 回家又會去想啊 還有 總之跟異性的接觸啊 我說這些你 真的不要去這樣想 還有去這樣做 但是他不聽我說 他 就是他堅持他是對的 就是說 我說我說出來 你們就 你們有做 不過你不說出來 我說神 看到眾人的內心 不過他不肯聽我說 那我發覺 他按手的人 那些反應 是很不同 我們其他人 按手的 那些人呢 是 跳和踢得很厲害 就是 譬如我們按手 那些人呢 他會跌倒 那有些他很開心 他會 在那兒滾啊 或者 有些 就是那些反應 你看到是 溫和一些的 但是他那些呢 是很嚴重 我直接踢的 就是我們要 找四個人 抓住他手和腳 就是他按手過的那些人 是很 很強烈 很強烈的 好像 有種粗暴的情況 那樣的 那我自己真的覺得 他是有邪靈在他身上 以至他 按手的人呢 他的反應 是跟其他人不同的 就是不是聖靈 那他還以為是聖靈 就說到他自己 怎樣 就是怎樣想到女人 就是他多次說到 他想到女人 就是 我提醒他 他都是不聽的 就是這個 是一個很可惜的情況 那也都有些報道家 很著重錢 很多時候說 你多奉獻多少錢 神就怎樣祝福你 或者他 有些人有句話說 他說 有些 有能力的人 就是很有性格的 為什麼很有性格呢 你千萬不要任何事情 跟他 就是好像跟他 譬如你問個問題 或者質疑他講的 你一跟他說 他的反應很強烈 或者他領罪的方式 你任何人都 不要有 就是你不要影響他 或者不要 任何 跟他 不同的 或者他看到一些東西 不喜歡的 他會很強烈反應 我覺得這個 他應該處理生命 就是他不要說 人家跟我不同 或者人家問一些問題 我就馬上要反彈 就是這個 有些人 他們只是著重能力 沒有著重 就是他覺得我有能力 我就大了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 需要觀察這個人的生命 OK 牧師 我想有一個回應 就是剛才那個姐妹說 那個 就是 譬如說 我們被暗搜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那個人是怎樣的 是 那我就覺得 我這麼多年來 因為我經常都 時不時會去很多 那些不同的聚會 都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隨時會被暗搜 當然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些我不會去 那我就想問你 我就有這樣的做法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通常那個人 我覺得他OK的 他可以為我暗搜 但我都是不是好處 我不認識他 那我就會 祈禱眾神講 補血遮蓋我 由頭到腳補血遮蓋 任何不屬於神的東西 不可以靠禁我 也不可以進入 那我是會做一個這樣的禱告 來保護我自己的 那你覺得這樣 是不是有效呢 或者是 你為什麼呢 怎麼看呢 那 我覺得 不是你說的內容 是 就是 有時候人們就覺得 補血遮蓋我 那補血真的遮蓋我 就補護 是我們保持跟神的關係 永遠就是 因為有很多人 是很 很 著重那個說話 就是補血遮蓋我 那就是遮蓋的了 我自己覺得是 我們親近神 信靠神的 祂的保護神的全能 神的愛 這個保護我們 是個信靠 在當時來說 神啊 你是保護我的 祝福我的 你會保守 如果不是 屬於你的 你奉耶穌命要離開 這樣 就是 你說不說 遮蓋 OK的 你說遮蓋不是一個問題 不過主要就是說 你說的時候 心都是真的這樣相信 都是回到那個關題 我明白你說了 是啊 不是只是口說 譬如有些人很喜歡說 穿戴全會軍裝 他就要說一次的 就是說一次才會覺得舒服 是 我有聽過 我有聽過這樣 但是我覺得不是很合理 那 他說是沒有問題 最重要他的心 真是真理 公義 福音械 救恩頭盔 真的這些東西在他生命之中 他真是說我真信神的一切真理 我和神有好的關係 我遵從祂 有神的話語 他真是走出來 才是有那個保護 不是我說一次就有保護 就是這種觀念 其實我覺得有些奇怪的 就是他們就會覺得 我說完就會好 如果我 譬如我講這個經文 我就會怎麼說 大家在這個過程中 深信神真是 他的真理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信靠神去保護我 不要被這些影響 就是我會很著重那個信心 相信 和應用那個經文 OK 我們這次主要就是講到 按手祈禱 或者身體接觸 是可以傳遞的 那麼就 也都有講到 其實我們身體的周圍 剛剛 看看是不是昨天 好像昨天 有個姐妹告訴我 因為她 有些事情跟我說 我就打電話給她 那她呢 就 打電話給她之後 她就傳個信息給我 她說 哇 你跟我談完電話 我整個人 就是她 祈禱經常都會震 和開心 喜樂 她說 你跟我談完電話 我整個人都會震 和喜樂 這個都是 神的聖靈的工作 可以透過我們的說話 和我們的周圍 就是我 我試過很多次 在我們周圍 尤其是那些 投入討告的聚會 就是有個距離 十幾尺遠 她都會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就是我們越在神的同在 就越強烈 那麼也都有些人 他們 他們做一件事 是 聖經沒有說的 不過我又覺得 不 就是 不需要說這件事是錯的 我也覺得其實是好的 就是我覺得她那個果效是好的 就是有些人 她會揮手 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他們幫人經歷聖靈是揮手 那麼當一個聚會 很大的聚會 那麼他們就揮手的時候 就很多人一起跌倒的 那麼有很多人就覺得這些 沒有可能的事 不過真的在發生著的 那麼現在其實 世界上有一個人 他是四圍去 都是在做這件事 都有很多醫治的 那麼 我就沒有詳細分析他的生命 不過呢 就 就是他 他是 很明顯 他是 他去很多地方 還有很多地方 都是一些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是這麼去的地方 他都去的 那麼 我遲些可以在那個群組發出來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影片 他網上有很多影片的 就是他是揮手 那麼是很多人一起跌倒的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真是 聖靈的恩高能力在他身上 就是我自己覺得是 那麼他的生命是怎麼樣 我就沒有全部審查 那麼我不是叫你去聚會 我只是說你可以看聚會 看他的那個影片 看到聖靈的那個能力 可以去到什麼位 那麼我也希望大家渴望 渴望就一定是 我後面資料那裡有寫到 怎樣被聖靈充滿的 就是全面性的 就是和神建立關係 和離開罪 和多用心靈誠實去敬拜 OK 還有沒有人有什麼想問呢? OK 沒有的時候我們就一起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都渴慕神 渴慕給神使用 更大的給神使用 求主私恩祝福念吻 親愛天父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你滿有恩典慈愛 你是全能的神 大家可以站起來的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神你是全能的 充滿慈愛的 我們專心仰望你 我們感激你 讚美你 有神真好 耶穌真好 神你真美善 求主幫助我們 整個心靈愛慕你 整個心靈渴慕你 感激你 讚美你 歡喜你 因為神你是慈愛 充滿恩典的 你是大能的 你凡事都能 你能夠提升我們的生命 使用我們去祝福更多人 而我們走在你的路上 是最蒙福 是最智慧的方式去生活的 求主幫助我們 將整個生命獻上給你 求主使用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幫我們心裡 渴慕你 感激你 渴慕你 渴慕你 好像鹿 切無溪水一樣 好像那些鹿 當它一聞到有水的時候 它會很飛跑去那些水那裡 主要幫助我們 真是在心靈飛跑去你那裡 喜悅你 歡喜你 想到神就很歡喜 很歡喜 很感激 時時充滿對神的欣賞 和愛慕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的靈囂灌在我們身上 充滿我們 釋放我們的靈 我們一起可以呼叫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們感激你 我們讚美你 我們愛你 我們依靠你 尊崇你 尊崇你 哈利路亞 有神萬事足 有耶穌萬事足 我們專心愛你 感激你 求主的靈 充滿我們 軟化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 不要光硬 讓我們放下軟弱的方式 我們任何的罪 我們都恨惡這些罪 因為這些罪 是對我們有破壞性 是被魔鬼留地步的 放下我們的驕傲 我們心裡的光硬 或者對人的態度的光硬 求主幫助我們柔和 謙卑對人 柔和的 不要去冒犯人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 如何祝福人 更新人 改變人 是用柔和的方法 不是用強硬的方法 求主私人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讚美天父 多謝天父 耶穌真好 神你真好 神你真美好 多謝天父 主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